第二個,像我們剛剛一直提到主權 我們一直認為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像美國的議員也說了 他們說是時候承認台灣的主權了 他是不是有美國的議員這麼講? 美國的中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一個資深的議員Ted Yoho 他是一個共和黨對我們非常友好的一個國會議員 他曾經在台北 Times發表了一篇文章他是這樣子說 這麼說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他既然說是時候承認台灣的主權了 那顯然在他們的眼中 我們現在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我們要感謝什麼 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居然還拼命的感謝他 他說要是時候承認台灣的主權 我們一直認為我們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是在人家的眼中不是這樣 結果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們不但沒有大聲的去糾正他 甚至還感謝他 所以我們自己到底是什麼? 委員我澄清一下 那是因為我們跟日本也一樣 就是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承認我們 我們跟很多地方都一樣 可是我們一直說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 不管有沒有邦交 我們要很大聲的說出來 你自己都沒有信心說 憑什麼叫大家去哪一個地方就應該要這麼說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 包括我們的總統 包括我們的外交部 因為你們是第一線面對國外所有的對象所有的人 至少你不應該感謝 他說必須是時候檢討我們居然來感謝他 我們自己顯然都沒有信心去承認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一直很希望可以審慎的再去思考 因為從過去我們也一直在講 美國跟中國其實都跟過去不一樣了 美國過去是世界警察的角色 他一直在維持全世界的和平 他舉著這樣的大旗 所以很多很多的盟邦 可是他們現在已經在改變了 他們現在已經不是世界警察 已經有點像是全球在對全球收費的一個服務者 因為想他們對韓國對日本 甚至對北約國家他們都增加軍費 他們覺得不合理他美國付出太多 可是我們想一想真的不合理嗎 我們看看中東國家 我們看科威特我們看南韓 其實這些美國的盟邦 他們一直都在承受第一線的戰火 想美國有什麼樣的態度 有什麼樣的做法 所有的戰場絕對不是在美國 所以美國的付出難道不應該嗎 所有的國家都是幫他承受戰火的 我們再看看中國 中國跟20年前的中國也不一樣了 過去他是飢餓貧窮的一個中國 當初他們在發射導彈的時候 美國的航母一來他們馬上就停了 可是現在他已經進展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然後他們的武力他們的躍進也是美國承認的 很多國家其實都有明顯的受到威脅 當這兩個國家他們都有明顯改變的時候 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我們還是一樣嗎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在角色立場上面 可以更審慎的去維護我們2300萬 所有人民的生命安全 因為只要一旦有什麼樣的狀況 犧牲的絕對是我們 像其實這一次很多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在昨天中共的軍機已經越過我們的海峽中線 選舉年其實通常大陸都會比較低調形勢 可是最近中美貿易間的問題 其實已經很多次都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他們雙方都有不得不得不得一切迫切性 所以其實他們的談判觸交 不管是貿易戰也好貨幣戰也好 對他們來說都可能必須有其他的作為 所以連日來從美國的動作升溫 看起來顯然我們不是台美的關係大躍進 而是他們在打台灣牌 這就是我要說的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我們也希望各方保持冷靜 因為台灣的戰略佈局或者外交作為 都應該要維持中立 以確保我們的安全為第一的優先跟考量 當然我們也要加強我們的戰備跟防止突襲 這個可是我們也必須清楚的知道 不管美國跟中國他們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不管他們想要怎麼做 戰場一定會是在台灣 一旦擦槍走火的話 所以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孩子要準備迎接戰火了嗎 從我們本來可以很和緩的一個趨勢 我們讓他變成這樣 我們簡單的說 不好意思主席我們想要再用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安排的會議的時間已經很少了 然後我們的質詢時間也一直在縮短 可是今天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國家元首也出訪 那近期我們台灣周邊的情勢也非常的緊張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探討 也可以讓我們面對外交的首長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應該怎麼做 今天美國他們講了說台灣關係法 有很多要保障更多台灣的安全 甚至也提出了台灣保障法 還有軍事交流 我不曉得我們要感謝他們什麼 因為今天很明顯的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打的是台灣牌 今天如果台灣保障法 他根本不需要提 他跟台灣恢復邦交就好了 美國既然不怕中共 他恢復邦交就好了 從過去我們也曾經試 他可以雙重認定 只要中共沒有意見 我們沒有意見 他可以用這樣的保障 我們雙邊的貿易 我們也希望他給台灣更多的優惠 然後也告訴日本 支持台灣加入CPTPP 這是最實質的支持台灣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弄了什麼台灣關係法 台灣保證法 還有軍事交流 你派一個五星上將 到我們這裡來做最高顧問 他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最高顧問 全國武力最強大的國家的一個軍事降臨 他來到台灣以後 以後如果他講了什麼 是聽部長的 還是聽這個最高的顧問的話 應該聽誰的 我們國防部長會說 啊還是部長的 那些都說假的啦 現在美國叫我們買飛機就買飛機 買船就買船 叫我們花什麼錢 我們就花什麼錢 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去招架他了 我們已經毫無招架之力了 這是我們現階段 我們可能要必須很嚴肅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要一直把美國當成是這樣 如果他跟我們是理念相近的國家 我想再用一分鐘的時間 如果他是我們武力相近的國家 理念相近的國家 他們最近承認以色列 他用武力去佔領叙利亞的高地 對不對 這個在全球各國 包括聯合國都還不承認的情況之下 美國用他的意志去承認 以色列武力佔領高地 結果我們也沒講話 那未來美國有什麼立場 說中共如果要武力犯台 他用什麼立場去制止他 或者去講話 請大家深思 謝謝 好 謝謝馬文君馬委員 還有部長請回